它的厚度沒得比 而且滿滿的都是餡料 你們看 彈星雞排耶 可是他們家的連碼雞很特別喔 他們的還有加這個耶 又是這支啦 你們看看配料好豐富喔 哇塞 拿到手上好有份量喔 歡迎收看下班公放吧 我是曉飛 台灣美食這麼多 如果你到台南 你會想到炒鱔魚義麵 到家裡的話 你會想到噴水雞肉飯 不過來在豪原中壢要吃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沒有關係啦 今天跟著小肥走 包著你收穫滿滿 而且偷偷告訴你們喔 今天要帶你們吃的 都是四星美食耶 出發 好啊 自信美食的第一家 不對啦 真的是第一家 你不要看現在是晚上喔 但是呢 我看到這家店的雞排不得了了 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最前面 給你們看 因為你們看到雞排爆漿 你們一定是先無法離開它的 來 給妳介紹一下 真的看雞排啊 不得了了 它的厚度啊 沒得比啊 而且滿滿的都是餡料 你們看 而且你看喔 完全就在爆餡 爆漿啦 天啊 雞排裡面 包了滿滿滿的起司 還有它的爆菜更靈太子耶 天啊 吃一點好豐富喔 你看一看 不夠彈熟的啦 來吃吃看喔 這個爆菜啊 講下去脆脆的 配了它們的雞肉 沒有過度調味 加上滿滿滿的起司 還有明太子 吃起來口味非常非常的豐富 當然 最佳金的特色 就是要讓餡料滿滿滿 爆漿跟爆餡 除了這一款邪惡雞排之外 還要介紹你們一個 最獨創的口味 登登登登 雞排裡面有普桑蔓 我第一次看到雞排裡面 包這麼有創意的吃法耶 真是太厲害了 好特別喔 吃下去有那種 花心蔥的那種滿滿的蔥香味 然後再加上一整排的這個鰻魚喔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 海陸的雙享壽 可是很厲害 為什麼他們想到用那個鰻魚呢 我剛剛偷偷調查一下 老闆說這個鰻魚 可不是隨隨便便拿罐頭 給它塞進去的喔 他們可是特別請廠商 買那種新鮮的鰻魚 把它們切成適當的大小 然後包進雞排 但是你們想吃 阿伯今天的不常吃 直接告訴你們在哪裡 就在這個中立中原路 想吃的朋友 記得早點過來喔 老闆老闆 妳好 妳好 歡迎 我第一次來啊 有什麼東西推薦一下 我們這一家很好吃的 就是那個 利夫胖達 它是用這個帕瑪斯的麵包 然後加上我們自製的起司醬 起司醬 還有包上我們的熱麻薯 然後再撒上它身分 非常好吃喔 好像不錯耶 給我一份那個 要我們賣完了 賣完了 等一下 那妳再推薦我別的啦 我們這家真的很棒 我們這家的馬鼠 全部都是現增 然後現倒的 幾乎都是熱銷第一名的狀態 好 那一個牛蚊水好了 我剛剛這個牛蚊水 最後一份 也被上一份人買走了 來 買走 不是啦 我今天到底來 妳再推薦一個 我的肉飯吃吃 我們家的東西是真的很棒 很好啦 可是 真的一下就賣光了 妳要不要 好 明天再來呢 明天 你們現在開三個小時 就通通賣完 剛剛啊 我們演的那個情境劇啊 真的是一點都不誇張啦 因為呢 我們四星美食的第二家 就是這麼的熱門 有一個客人進來跟老闆說 啊 我要什麼什麼 結果真的是賣完了 因為這家店賣的可是 中立客家美食 他們的麻薯 而且呢 他們的麻薯是在現場 這樣子現蒸 現到 還給你現柔喔 那阿伯呢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啦 有厲害的口味喔 首先第一個 就是他們的鹹麻薯 鹹麻薯在外面喔 很少看得到喔 他們的鹹麻薯 加的是他們的肉鬆 先來吃吃看 嗯 你一入口 肉鬆的香氣出來 再來你咬下去 那個麻薯這樣 爪爪爪的 好香喔 為什麼我要強調說 他們這個肉鬆很香 因為呢 這個肉鬆 不是阿嬤 精緻炒的肉鬆喔 純豬肉 然後下去呢 這樣子炒... 炒得好香好香 然後呢 放進這個麻薯裡面 南瓜也是他們的招牌啦 那當然喔 除了這個鹹的很棒之外 鹹麻薯也一定要來吃一下啦 可是他們家的甜麻薯 很特別喔 他們的還有加這個耶 玉米脆片耶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加上玉米脆片的麻薯 嗯 有那個茶汁... 那個口感不一樣了耶 然後撒上這個花生粉 好香喔 我剛剛就偷偷調查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發明 這麼有創意的甜食吃法 原來是阿嬤 他們這一代就在做這個麻薯 結果呢 現在已經到他們 第三代的孫女囉 他們就說 阿嬤... 我們來創新一下 所以呢 他們就用年輕人的創意 變成了特殊的新口味 沒想到一賣大騷歡迎耶 剛才去好幾組客人指明 要這個Q脆口味的喔 真的很厲害耶 這種特殊的風味啊 在外面真的是吃不到的 來中立啊 除了有四星美食可以吃之外 還有四星景點喔 沒錯啦 中平路故事館是桃園市第一座 城市故事館 位在中立火車站前面的 中平商圈之內 原本是桃園縣政府公務員的 鎮屬宿舍 以原木結構及筍接工法建成 是一棟一層樓的日式雙拼建築喔 日式美食的第三間 有夠香的啦 剛剛我一進門的時候 要不是有這一股 濃濃的牛肉麵香氣啊 我還以為是來到美式漢堡店耶 不過仔細看看 他們店內裝潢真的很新潮喔 你們看喔 後面都是像這樣子水管式的啦 牆壁隔間 然後加上工業風的燈泡 還有旁邊貨櫃屋式的牆壁 這間裝潢不得了囉 但是啊 這個香氣 深深入獲我的心 在中立呢 有五大牛肉麵名店 這家店就是其中之一啊 你們看厲不厲害 而且啊 據說是中原學生必吃名店 哇 就是我眼前的這一碗 招牌牛肉麵 來看看這一碗的料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牛肉 而且是厚切的喔 還有這個筋的部分 再來牛肚啦 所以你吃一碗招牌 三種享受 來 吃吃看它的這個 厚切牛肉 嗯 肉汁滿滿滿 吃下去呢 那個嫩度又很夠 他們家的牛肉喔 各種部位他們都試過 結果他們選到一個 他們覺得最適合拿來做牛肉麵 就是牛肉的臉頰肉 就是這塊喔 很厲害喔 來試試看他們家的牛肚囉 嗯 煮得有夠香喔 特別滷過 然後呢牛肚又處理得非常好 很新鮮 來品嘗一下它麵的部分 嗯 鸡滿的這個湯汁呢 欸 吃進去 喔 舒坦度也是很夠的喔 品嘗一下它的那個湯頭 嗯 真的啊 它的那個肉汁 融在這個湯裡面 非常非常的濃郁耶 因為老闆說呢 他們家這個湯頭啊 用的是牛肉 還有很多的中藥材 去烤湯耶喔 所以這個湯頭呢 才會非常非常好喝順口 當然啦 你看到我前面這兩個 嘿 要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呢 老闆四字辣椒 他們分兩種喔 比較細的 就是比較麻 那這個呢 就是比較香 先從香的開始試起好了 喔 好夠味喔 它路有出來 而且真的很香 另外一個呢 牛筋的部分來試試看它的麻 嗯 這個花椒味的香氣好夠喔 它那個麻跟那個筋 在石頭上面积到 微微的沾一點 啊喜歡動口味的 老闆說可以把它加進去吃 那另外呢 阿伯要推薦你們一個 就是他們家的黃金泡菜 為什麼要特別推薦它 因為呢 是老闆娘 手工做的啦 他們自己做的黃金泡菜喔 來 試試看喔 嗯 好脆喔 然後呢 一點點微微的辣 配上這個牛肉液一起吃 口感非常非常的豐富 這種享受真的是太滿足了 自新美食的最後一站 阿伯我啊 來到的是百年商行 可是呢 不只是要買半手禮而已喔 還要介紹你們啊 吃一支 IG上面非常火紅的 雙麒麟 就是這支啦 花生芝麻雙麒麟 你們看看配料好豐富喔 阿伯他們點的是綜合的 一半是花生 一半是芝麻 另外會想到這個花生粉啊 跟這個他們自製的花生醬 再搭配上他們的這一支手工餅乾 快點吃看看 嗯 超濃郁的 吃進去呢 那個花生的香氣跟濃郁感啊 整個瀰漫開來 剛才我有偷偷打聽一下 他們這樣的花生啊 可是來自我們 然後呢 有專門的師傅 每天在做這個冰淇淋的原料 難怪吃進去 這麼的幸福 另外啊 這個冰淇淋 其實他們有個很感人的故事喔 他們第二代老闆呢 那時候呢 為了他心愛的女兒 因為他女兒很喜歡吃冰淇淋啦 所以想說 既然呢 我們有花生這個原料 那不如我們自己來做冰淇淋呢 因此呢 慢慢的研發出了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一支冰淇淋囉 當然啦 今天呢 除了吃這個冰淇淋之外 我真的要買一些伴手禮回去啦 因為他們家花生啊 產品太有名了 像是他們的花生糖 還有呢 在門口包著 一包一包那種花生禮啊 都是避滿伴手禮 阿肥呢 要趕快多挑選幾包 回去孝敬我媽媽了 下班勾棒吧 下次見囉 拜拜